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TVBX 探手家乡单元,我是主播邱小轩 我是柯博士 今天就让柯博士来带领大家看看 和美聊师弟有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吧 Let's go 博士,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这部分游客会来参观的 陶美聊师弟离岸沙洲一带 西边是离岸沙洲 上面有一片防风林 但面积正不见减少 北边是布大海浦新生地的提案 眼前这一整块就是信武 有丰富的生态景观 许多渔民在信武里从事 牡丽养殖 所以可以看到许多鹅棚 而东边本来也是信武的一部分 但是都已经开发为渔温来使用了 博士,那这里有什么有趣的种植物呢? 找,我带你去看看 这是海茄冬,又叫茄冬树 有横向山长的地下根 地下根会向上长出直立的乌溪根 是台湾西岸常见的红树林植物 这是红海岸,台湾树量最少的红树林树种 会自树干上方长出知识 跟台湾苗表面粗糙 像小黄瓜一样 冰水菜,以前的人常拿来养猪 所以又称猪母菜,是耐眼耐汗的植物 马鞍藤,特色是叶子的形状像马鞍 拥有紫红色斗肉状的花 是西部海岸常见植物 台湾冰里可以泡酒饮用 吃风吃,是迦南地区及澎湖特产之一 木毛网,是防风林的主要树种之一 十分耐风耐眼,在西部海岸十分常见 这是为了猎食鱼儿,经常移动也不动的夜路 又称暗公叫 长城群书县的白鹿丝 有着红色长腿的高枭盒 穿着鲜艳衣服的翠鸟 平地常见的红椒 藏在树梢土草的喜鹊 沙滩上的珍珠清白稻草蟹 喜欢整群移动的额上蟹 动作快如闪电的湿式沙蟹 有一双大眼的可爱滩土鱼 快要绝迹的马蹄蛤 虽然这里的物种非常丰富 但由于人们不知节制的抽沙田海造路 使外部的沙洲症快速流失 持续流失的结果 使得区内的红树林逐渐枯死 生物基地遭受严重破坏 既之而起的布袋山岗外堤造成涂体效益 让沙洲雪上加霜 短短几年海滩侵蚀 木麻黄防风林青岛 美丽的海岸已是海洪遍野 博士 听完你的介绍以后 我才发现师弟那么难保护啊 是啊 现在爱人祸让台湾的师弟 都滴滴口为了脑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心力 好好保护这片珍贵的自然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下次再来这里观察新奇的动作吧 再见